五安你好,歡迎收看漲點密碼,我是陳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中場是大漲了151點 收在14483點 收盤又再創下歷史的新高記錄 成交量是2503億元 鍵盤是如何分析呢?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張宇明分析師 老師五安 明星好,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五安,大家好 好,鍵盤面上怎麼做干茶呢? 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今天又創了台股的歷史新高點 在盤整16天之後 今天大家出一根155點的張宏棒 突破了近期的盤整區 又創了歷史的新高 我們看一下 大盤在這邊盤了16天 今天大家出一個張宏棒 突破盤整區的一個高點 那我們這邊也盤整了76天 漲上來之後這邊又盤整16天 盤整是一個比較不好操作的盤 因為空間很有限 今天突破盤整區是非常重要 對DOTO當然是有利的 好,那我們看完這個歌曲 大盤創新高兼創歷史新高 2021年再三天 三個交易日就結束了 那我想有沒有賺到錢 投資朋友你的心底應該比誰都清楚 說真的別人變不清楚 但是你只要自己把本子一刷 跟你1月1號對比一下 你就知道今天到底有沒有賺到錢 那如果今年沒有賺到錢 有什麼危機 危機非常非常的大 為什麼 來,我們說2020年如果你沒有賺到錢 那你2021要賺錢的話可能會更困難 為什麼更困難 因為今年創歷史新高 懂意思嗎 創歷史新高你都沒賺到錢 那明年怎麼會有機會呢 所以今天事實上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賺到錢 那如果你沒有賺到錢 很簡單的一個推測 就是你用的方法 你操作邏輯 你的思考 你的觀念 可能是不正確的 因為如果你正確了 你的邏輯 你的推論 你股市的研判 或是你使用的方法 你平常用的工具 你平常觀賞的節目 都是給你正確指引 那你今天不可能賠錢 不是嗎 那如果沒有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如果你每天都要看節目 每天看很多財經節目 還沒有賺到錢 那我跟你講你不如不要看 你看也沒有用 有些人說我每天都看好多節目 早上看很多報紙 把台灣每一份報紙都看片了 看很多的財經網站 看很多即時的一個盤中的連線 晚上看財經節目 每一個都看 看完到最後 如果你沒有賺到錢 那你在忙什麼東西啊 那你的方法都錯誤了嘛 懂意思嗎 每一個財經節目 你看完一個財經節目一個小時 平均最少有兩個研究報告 最少十者一個利多 千者到最好三十檔股票 所以你一天只要看五個小時 我跟你講 你大概一百多檔股票 你大概就分頭轉向了 所以你看那個是沒有用的 你還是沒辦法找到 讓你賺錢的方法 那就是2020年的危機 當然也是2021年的危機 因為你的方法還沒有找到 馬上新的一年要開始的 好 那我們看今天的排名 今天是12月28號 漲最強的叫什麼 航運運輸嘛 好 沒錯 張一鳴早就跟你提醒了 運輸類股 鋼鐵類股都是最強的 我們看一下 今天這個漲停板的長榮 漲停板對不對 還有什麼 陽明也攻上了漲停板 還有電子股裡面是華邦電 跟誰 金豪科 華邦電 金豪科 都是張一鳴 跟你提醒過的股票 已經翻多的股票 有嗎 來 今天12月28了 好 11月23 在一個多月又5天之前 張一鳴就跟你講 華邦電已經翻多了 有 這是東森的解版畫面 一定有 25號再講一遍 華邦電已經三線翻多了 沒錯 26號再講一遍 華邦電已經三線翻多了 這都在一個月之前的事情 不是今天 也沒有馬後炮 這東森電視畫面 也不能馬後炮 對不對 這當時的節目 YouTube都還在 你可以去看 看張一鳴當時有沒有跟你講 華邦電已經三線翻多了 這都在一個多月前的事 好 另外一檔叫 金豪科 對不對 蔡愛明曾經跟你講過 IC設計第一檔叫金豪科 什麼時候講的 不是用馬後炮的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65.8 又攻上了掌停板 跳空攻掌停板 原來他三線翻多的格局 沒有施毫的改變 今天12月28號了 蔡愛明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來 11月23 又是一個多月前就跟你講了 金豪科已經三線翻多了 今天12月28 這一天11月23 一個月又五天之前 所以蔡愛明節目從來沒有馬後炮 我做20年節目沒有馬後炮 都馬前炮 這是最困難的 也是這個最高段 因為沒辦法 你事先要講得清楚 跟人家講翻多 那個是不容易 而且有評有趣 不是蔡愛明憑空幻想 趨勢往上充滿定動充沛 突破這個盤整區 所以蔡愛明跟你講 金豪科翻多了 這個圖卡已經在一個月五天前講了 好 那除了這個27號再講一遍 金豪科三線翻多了 有沒有 30號再講一遍 金豪科三線翻多 這都將你一個月前的事了 當然今天又漲停板 創了破斷的興高 我們看一下金豪科的格局 好 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今天有跳空漲停板 原來三線多頭格局都沒有改變 好 那你看完之後你會說 那為什麼漲上來 啊 知道知道抓到了 量上來就上來了 對嘛 前面都盤整嘛 都不會漲嘛 量上來就漲上去了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那我跟你講 你學會還有很多要教 你不要有這樣 你就找到對的方法 好 為什麼量上來就上去 那是不是量上來就一定會上去 不一定 真的嗎 請問這裡有沒有量上來 有啊 這沒什麼量啊 這不是量上來嗎 那量上來有沒有上去 有上去嗎 到現在快三個月有上去嗎 沒有上去啊 不是量上來了嗎 量上來有上去嗎 所以跟你說量上來就一定會上去的 那是鬼扯啊 胡說八道的 懂意思嗎 為什麼 這個啊 6104上不去 為什麼金豪科就上了去 對啊 創委為什麼上不去 那為什麼金豪科 你都可以上得去 對啊 你都不是上去了嗎 你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每有一個盲點 你就要加很多學費 就像剛剛講 你以為量上來就一定會上去 那你就攪到 這個創委的學費了嘛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把你的認度二賣打通 不要太多盲點 任何一個盲點都是學費 有時候一繳一個學費都好幾十萬 這樣懂意思嗎 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來我們看一下 來 我們看有什麼差別 來 這檔創委 趙愛銘總共空了九次 對八次 賺的錢是22.3 33% 為什麼這檔股票趙愛銘敢空它 不量上來了嗎 為什麼沒有上去 為什麼趙愛銘敢空它 而且空了九次對八次 看到了嗎 這不量上來了嗎 有翻多嗎 沒有啊 不量上來了嗎 有嗎 沒有啊 壓力非常沉重 根本沒有翻多 沒有翻多突破是無效的 有嗎 沒有翻多嗎 所以最後又打到這裡 所以你看這檔股票已經盤幾個月了 從8月開始 8月9月10月11月12月 現在12月底了 盤了將近五個月了 它為什麼上不去 空頭格局 賣壓 每次的藍色綠色就是買 12345678 這麼沉重壓力它當然上不去 到目前為止 今天12月28號 還沒有翻多 盤快五個月了 這樣你懂了嗎 是不是很簡單 你有需要去看量嗎 量也看不準 不是嗎 看了不是量 是什麼 是趨勢 籌碼 動能 買賣訊號 壓力的地方 藍色綠色就是壓力的地方 壓力的地方很重 它就上不去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反過來看另外一檔 另外一檔叫什麼 叫金豪科 為什麼這一段盤那麼久 一樣啊 這段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看懂嗎 這一樣啊 所以你看今天的金豪科 來 這裡為什麼上不去 一樣壓力非常沉重 為什麼來到這裡 張愛銘就跟你說要漲了 因為開始三線翻多了 已經突破這個壓力區了 上去了 懂意思嗎 如果有一天創委也是一樣 來拉一個長紅棒 突破所有壓力 而且三線翻多 張愛銘會告訴你 創委要開始漲 可惜我等了快五個月 這班船都沒有開過來 這班車一直都沒有開過來 沒有嘛 沒錯嘛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格局不對 這個就對了 所以我們說這一段 是不是跟創委一樣 那來到這一段 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已經三線翻多了 看懂嗎 所以這個架構是對的 這個格局是對的 你必須學會這樣的判別的能力 2020年如果你沒有賺到錢 大概就是因為這樣 有一個錯的東西 你把它當作對的 亮上來就是要漲了 這不是正確的 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所以你不能把錯誤的當作正確的 那這樣你學會繳不完 所以我們剛剛講 兩檔股票也創委金豪科 那如果你兩檔都看不清楚 我請問台股加進2000檔 你怎麼看 不可能 兩檔你都判別不了 你還看1000檔怎麼可能 那我們說看完金豪科 你有沒有發現 太神奇了有沒有 是不是太神奇了 同一個IC設計族群 有的做多有的放空 對金豪科做多 這是我們普通委員操作的股票 好那有的放空 這也是普通委員操作的 創委對不對 做多的金豪科對 放空的創委也對 奇怪了 那如果有一天你把這種功力學會 你何醜大約不成 你會擔心你2021年賺不到錢 你有這樣的銳利的眼光 你還怕挑不到好股票 你還怕看不懂爛股票 不可能 懂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學會什麼 要把這個功力把它學會 同一個族群也沒有關係 對的多頭格局你看得懂 錯的空頭格局你也看得懂 那你想要做多你就做多多頭格局股票 做多會賺錢 你想要放空就放空頭格局股票 放空也會賺錢 做多也會賺空風也會賺 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這種功力 你還怕什麼 沒什麼好怕他 這樣你會不會畏懼2021年 從來不會 為什麼要畏懼他 我很喜歡他 新的年度到 我們不曉得又要賺多少錢 我們的客戶不曉得要賺多少錢 我怎麼會有任何壓力 好不好 所以學會這招 你何醜大約不成 你就必須把 剛剛我講的這種選股的功力 把它學會 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說IC設計裡面 你要如果避開弱勢的 同時要找到強勢的 45檔你要怎麼樣找到最強的 其實這個話題 我在一個多月前就講過了 今天再講一次 因為盤面永遠在變化 一個月前的盤勢跟現在盤勢也不一樣了 那如果找到這樣的股票 就像我剛才講 創委你看得懂 這四個多月 五個月你不會買 金豪科你看得懂 這一段你賺得到 把這個學會就夠了 其他都不用 都不用學 你一個月 你一天 你只要把這個學會 你今天只要把這個學會 2021年對你是非常開心的 你會非常喜歡去迎接他 你新的年度過來 你不曉得又可以賺多少錢了 懂意思嗎 所以張愛明今天就教你這個方法跟技巧 你要注意看 好不好 IC設計總共有20檔 40檔 5檔 總共有45檔股票 那如果從45檔股票 挑出最強的 也看出弱的 這樣的功力 我想全市場是沒有人可以講受的 你看所有節目都一樣 每個都是用消息 用基本妹跟你暴力多 所以你看了一整年 2020年也開一整年 你還是賺不到錢 那表示那個方法是沒有用了 這樣同一次嗎 好不好 那我們看愛明設計 今天是12、18 你告訴我哪一檔最強 當然是金豪科 因為只有大量登場零板 這一頁20檔股票 是不是只有一檔 一定要能漲得叫金豪科 所以你要怎樣找到金豪科 你要怎樣避開很多弱勢的IC設計 這才是話題對不對 股市最神奇的地方 在漲跟跌之前 漲也是可以 跌也是可以 漲跌之前 在現行上一定會透露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我們要尋找這些蛛絲馬跡 懂意思嗎 看得懂這些蛛絲馬跡 你就可以避開風險 你也可以找到多頭股票 賺到錢 就這樣而已 好不好 那我們看愛明設計45檔 我們沒辦法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把它挑出 是幾檔來講 因為太多講不完 好 那我們總共把它挑出這些 第一頁 四檔股票 第二頁 八檔 差不多啦 講快一半了 那我們看這十八檔股票 這要你用最快的速度 來跟大家做說明 如何找到這些 股票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怎麼看 注意看 我示範給你看 好 那請看 M31對不對 當然不對 因為這裡還出現賣出巡號 三線破兩線 所以很顯然這股票是不對的 那不對的股票 我們就給它打一個X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一多兩空 對不對 沒有錯 它是一多兩空 然後這是架構不對 好不好 好 所以它是屬於這種格局 一多兩空 它出現一個賣出巡號 兩空 對兩線跌破 那架構是不對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瑞宇對不對 當然不對 它是一空兩多 懂意思嗎 這格局也是不對 一大堆賣出巡號 有沒有三千萬多 沒有 下面有兩個好朋友來幫助他 可是上面還有很多敵人 所以這兩個很想打不過這麼多敵人 他也沒有長紅棒 也沒有三千萬多 所以瑞宇攀了四個多月了 對不起 時間還沒到 這個車還沒開過來 所以瑞宇當然是不對的 它是一空兩多 它架構也還不對 好不好 架構也是不對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打X 打X 沒錯 好我們看第三檔松翰 松翰對不對 當然不對 松翰三線轉空 這裡出現 來攝影師 導播這裡 好幾個賣出巡號 有沒有 沒錯 這格局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看松翰對不對 當然不對 好我們就把它打X 它是三線轉空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這松翰也是不對的 那我們看下一檔 好 瑞宇攀對不對 不對 它是兩空一多 這非常的脆弱 這還是一樣 一大堆賣出巡號 從高點到這一段 通通是不對的 所以瑞宇攀當然就是不對的 好我們看下一檔 好我們看下一檔 好 聯羊對不對 聯羊也不對 三線轉空 這這麼多賣出去 那要怎麼挑 不可能嘛 所以聯羊也是不對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創圍 剛剛講過 創圍是不對的股票 好創圍也不對 好 盛群 來盛群對不對 不對 一多兩空 這格局也不對 三線破兩線 所以我們說 它是一多兩空 這個格局架構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剛剛你看 挑這麼多股票都不對 有沒有 這個也都不對 因為一多兩空而已 它根本沒有三線反多 所以你看這麼多股票 我們很快把它看過去 好 翔碩一樣一多兩空 這格局也是不對 從跌下來到反彈 短線突破三天 可是怎麼樣 又馬上跌回來 又出現賣出巡號 所以這個格局還是不對的 所以翔碩還是一樣 一多兩空 格局是不對的 下一檔 瑞浦 這是高價股 目前股價大概一千零六十五塊 格局對不對 你看這麼多賣出去 到底怎麼會對 所以如果你買一支 套在上面五六個月 跑不動 套在裡面好像 這個老鼠變年數版年數了 動不了 你看有沒有年數版年數了 所以這格局是不對的 好 所以它是不對的 好 我們看聯發科 當過股王的聯發科 對不對 今天對了 看到嗎 三線今天是翻多了 上檔的壓力 三個壓力有克服了 但是這裡壓力很顯 這一根還不大夠 它要繼續往上攻 它繼續拉長龍棒 才能夠脫離一二三四五 這五個壓力區 看懂嗎 今天對了 可是還是有點疑慮 等於說它要趕快脫離這個泥沼區 為什麼是泥沼區 因為這裡很多賣出去 五個嘛 懂意思嗎 今天三線翻多 可是還沒有辦法脫泥沼區 有一點短線突破 可是我覺得還不大夠 還是已經三線翻多了 但是不大夠 好不好 架構開始對了 可是不強 好不好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第一頁 只有一檔聯發科稍微可以 其他都不行 十檔股票兩三下就清潔溜溜 我們再往下看 好 還有四星 金星科等等 我們往下看 看四星 對不對 當然不對 上面出現四個賣出巡套 一多兩空 所以它格局還是不對 它的架構還是不對 下一檔 金星科 第一線翻多第二線翻多 第三線在零左附近 有輕微翻多了 強不強 不強 因為第三線動能線 動能太短了 它的架構不對 三線有翻多 可是怎麼樣 架構不對 懂意思嗎 因為第三線太短 動能不足 它長不上去 好不好 好 我們看 李立揚 對不對 對 但是架構太短 有沒有看到 第一線很短 代表上檔壓力重 很多好朋友 這不大會跌 很多好朋友的地方 不容易跌 當然也出現幾個敵人 可是敵人打不過這麼多好朋友 但上來的力量太弱了 看到嗎 因為線太短了 所以林洋 三線翻多 架構不是很完整 好不好 我們說架構不是很完整 所以林洋 稍微對 但是不是很漂亮 好 系統對不對 差不多了 跟金星科一樣 第三線太短了 所以它有三線翻多 可是怎麼樣 第三線太短了 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個 林洋對不對 林洋是對的 至少目前來講 是比較漂亮的 三線架構也是比較完整 好 林洋 但是沒有很長 沒有很長 好 我們看下面 艾普對不對 剛剛三線翻多 今天 這個壓力一定要突破413 今天424已經突破這個壓力區了 沒錯 艾普是對的 但是架構還沒有很漂亮 艾普為什麼要多看他幾眼 為什麼要多看他幾眼 我給你看這張圖 你也知道 來 這張圖 這張圖是今年4月到7月的時候 它漲了幾倍 不多 漲了4倍 這次黃崇仁的股票 黃崇仁歷經下市 經過了幾年的一個認真努力 將近20年 把歷經800億的欠款全部還清 他沒有跑 非常尷尬 公司倒閉了 應該下市了 不是倒閉 下市了 欠太多錢了 他沒有跑 他沒跑 繼續默默的工作 默默的努力 把所有歷經800億欠款還清 叫小好 懂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 尤其有台積電在幫他 黃崇仁 這個有張宗某在幫他 所以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看這裡他的股票 漲了4倍 從100多漲到500多 告訴你什麼 這就是我的實力 拉4倍給你看 你看100多塊 股票給拉到500多塊 所以你不要小看艾普 好 那我們說目前的格局 艾普整理了半年 他又翻多了 所以這股票值得注意 好不好 我沒有說叫你買 我就跟你講 值得多看幾眼 注意他 好 最漂亮當然是堅毫科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看懂嗎 你看這麼多艾設計股票 最漂亮當然就是堅毫科 對不對 漂亮 架構也對 好不好 還有一檔叫什麼 還有一檔叫這檔 偉權 這個也是對的 看到嗎 沒錯 也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來 結論出來了 這麼多艾設計股票 這通通不對 只有聯發科勉強 勉強 沒有很強 今天剛剛犯多 好 這一頁呢 同志朋友 很多架構都是不對的 只有聯用還可以 艾普值得注意 我剛剛講了 經豪科是對的 偉權電視是對的 所以我們說這麼多 18檔ICC股票 看完了 你有沒有瞭然於胸 很清楚了嗎 如果沒有聽清楚 你再看一遍 反正YouTube都可以重播 這樣你們把這18檔股票 代表性的 有量有價的 全部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其他可能比較量比較小 我就不提了 那我們這次換就是如何來選股票 如果你會選股 你會買到經豪科 你會買到今年四到七月的艾普 漲了四倍 你還怕什麼 你還怕什麼 2021怕什麼 趕快來 趕快來 要賺大錢 學會選股 其他都是空談 每天看財經節目是沒有用的 我不騙你 浪費時間而已 好 經豪科 趕快來你早就講了 不是今天長起來 長得一百 經豪科好 拜託我一個多以前就講了 2327有沒有 30 早就給你提醒經豪科了 有沒有 半尾全店 早就講了 有 一定有講 好不好 所以你要把這個選股的方法跟技巧 無論如何把它學會 怎麼學會 很簡單 打到跟福利聯聯繫就可以 這是鳳廚跟臥龍 臥龍就是孔明 臥龍 鳳廚 得一可以安天下 透明 這兩個你得到一個就可以安天下 這兩個都閒財 舉世的一個閒財 非常重要的一個高人 所以得一個可以安天下 同樣你學會這一招 我剛剛示範這一招 怎麼選股 可以從四十五檔 愛設計股票裡面 找到最強的股票 你何醜大約不成 有沒有道理 投資朋友 如果選你會了 你會了 你自然就能夠成為贏家 有沒有道理 所以這樣可以做到 你自然在股票市場裡面 就可以輕輕鬆鬆 避開很多風險 你可以成為股市真正的贏家 有沒有道理 我們把時間交給明居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我們要回來 繼續請張老師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漲碟密碼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今年台股創的歷史的新高 如果今年你2020年沒有賺到錢 2021年就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2021年你不會睡覺醒來 去跨年 看個晚會你就會做股票 那是不可能的 來 我們看一下 選股很簡單 你看鴻海集團 對啊 買到這種股票你就慘了 他是鴻海集團 可是他長不動啊 為什麼他長不動 人家不是長個下下嬌 對不對 為什麼天理又長個下下嬌 今天到108了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 這空頭格局怎麼長得動 當然你會說張宇明 你跌下來在馬後砲 拜託 我在這裡就跟你講了 我怎麼馬後砲呢 我這是馬前砲 投資朋友 我哪會是馬後砲 我88就跟你講壓力出現了 空頭了 三線轉空了 有沒有 電視畫面確實有講 我們不是用馬後砲的方式來欺騙觀眾的 張宇明都講在前頭了 你看得懂你當然就不會去買 你就買這種錯了 買一套就五個月嘛 好 天理今天到108了對不對 好 什麼格局 那不是三線犯多嗎 當然你會說張宇明你又在馬後砲了 你之前有沒有講 有啊 我十二十號就講了 當時66塊 今天108了 請問這是馬後砲嗎 這是馬前砲 這不是馬後砲 很珍貴的對不對 看得清楚楚 你才能夠操作輕鬆鬆 你看不清楚 你買到空頭格局股票 我請問你怎麼賺錢 一套就四個月 一套五個月 套兩次就過年了 你怎麼賺錢 2021年也是一樣 你不會選股票 你就是不會做股票 後面的路就非常的坎坷 懂意思嗎 有時候成功就在你的面前 就看你願不願付出一點點代價 成功一定要付出代價 但是不成功要付出更大代價 懂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方法找到找回 2020年剩三天就沒了 再三個加月就沒有了 要過去了 就永遠沒有2020 將來就是面對2021 你一定要把這個選股的方法 跟邏輯把它找到 當然你會說張老師 股票系統只有你有 沒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分享啊 還不簡單 頭這邊 股神系統輕鬆擁有專案 你可以跟我一樣 同步擁有股神系統 任何問題 夫人都可以做說明 我們把時間交給明君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所推薦 分析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應該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且自付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了 我們再會 委員張:「各位… 我相信… 麻煩你… 我相信面對 這個人付出 我會不會被你 對… 我會不會這麼說 有,有、有 有,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